在单打 但是这是第一次进入南单的决赛 已经达到了最顶级的状态 漂亮 马龙和方博有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前三板的 能够为正手创造实际 比连续马龙强 对马龙 他毕竟是黑马 这个球马龙在相持当中侧身进攻的时候 非常注重这个弧圈球的摩擦 同时 大家看到 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 大家好 现场的观众们 电机前观众们大家好 没错 没错 6比2以后我这几个球没看 输到6比10 第一局的比赛马龙呢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真正的双方的较量 深层次的对话我想还在后面 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第53届世评赛 男单的决赛 上的了解 你觉得今天这场 应该说对马龙的这个 为了拿着这个杯 方博呢就是应该说 尤其打到了前16以后 对许欣开始 我觉得他 好球 只能说是 他的这种打法 咱们知道现在啊 大多数都横排运动员 都是反手特别好 但是方 像方博这样的风格 也是 一分 就这个速度感觉是更快 但是我包括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都是准备的不错 再加上他们这个科隆大战 但是没想到吧 方博 今天确实发挥非常出力 好球 高水平 对 好球 马龙侧身 高 这个时候 高了点 对拧了那高了 没拧出去拧了个薄皮 马龙是跳起来反手反拉 好一些 马龙拧拉 变球线 看似一个简单的变直线 实际上呢是算到 每一个球都感觉真的是 呃 要命 对 他的技术特点大家可以看 就是他的正手杀伤力很强 我刚才说了很满 转进攻 好 测身 比相识 这些都不重要 冲药的比人 看谁 人能 很难呢 打个球 觉得成为这个打成相识之后啊 好像马龙显能 软了一点 正手 正手对正手 方博往前上 正手强攻的优势 也可以 同样 方博第二局 以一个平一比 拿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 1比1 我想大家现在啊 两局之后又还是回到零 但是这两局只能双方做 总是能够带给大家惊喜 连续 反手加烈 很多的观众啊 都特别喜欢马龙 为什么 因为马龙打球啊 他不是那种后发制 这是他一个特点 包括他的这个攻防的转换 比较特 这几分球 我们也正手的高质量 原来我没有感觉 现在 现在7比2 直接凹了 这个应该不会 应该第一次要 要弄什么的 第一次一般都是 先警告 对啊 大赛不光是队员紧张 裁判也紧张 哈哈哈哈 对说算 怕你也没招 对 对 开始 马龙有一点这个打开的那种感觉 对嘛 所以从马龙的脚来说 他的目标和他的这个 摆正短 拖长 马龙转拉 马龙拉直线 马龙 如果这个再强势地打下去 这个球也不会擦边 就是说双方都在拼正手 拼正抢正手的能力 那么这个球呢 是马龙把方打回头 方博还在哪方面 是弱点上还是哪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感觉单调 这局主要是马龙这个 马龙打得好是肯定的 对 就是最主要是马龙这局的变化 我像前两局那么多了 好 加旋转 比赛看着确实挺纠结的 很刺激 对 尤其是在队哥 因为我跟他们不管马龙跟方博 都是关系都非常不错的 所以还是很很难受 是 好球 好球 哎呀 这 特别是在对方 拳力用正手争抢的时候 这个 这个一个人的 对 侧身 侧身本身这个意识 方向都是对的 但是侧身 对 高炮发球 看 那这种球我觉得不是 就可以看 也 Roman 有一个人让他的 他可能是第一个有点 一个人让他开 这种神 我觉得他非常有点 方博是差一点点 中国 是认为这个比分段很关键 还是说自己在这两分的发挥 他感觉到 方博相对输得多 跟这个马龙 所以他 特别怕拉开 对 如果说这局 骨子里 对 内心深处 两个又一个 对于高水平运动员当中 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 具体发球得分7比5领先 进攻 逐渐地打出了一些球路 打出了一些优势 以领先于方博 摆正段 削一下 马龙 加油 马龙这个运动员 也是应该 到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从他的能力 应该说 这次应该说机会更好了一些 这种新面孔 像黑马似的方博 更能细 对乒乓球的这个认识和理解 比以往要更深了一些 没错 方博 与每一板的质量 可能马龙本身 他这个球路也是 注重于连续和前接吧 再灰白 马龙防住 方博测试 10年的时间 从第一次打团体赛 应该是06年 在这个布莱梅 当时就已经报上了团体赛了 虽然没有上场 10年中 一直都是承担的这个阻力的这个任务 哎呀 这个球 马龙呢 是第二判断 第二反应 第二次步伐 冲到正手 但是已经来不及拉了 削了一下 谁知道先削了个意外 削了个擦网 运气也来了 这样啊 这场男子单打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就打成了3比1 马龙 暂时领先于方博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单决赛 这球现在马龙感觉上局面已经 慢慢的好像困 球的旋转就强了 继续拉 哇 世界这几秒赛的男子单打的最高荣誉越来越近了 但并不代表方博没有翻盘逆袭的机会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瓦林 你也在决赛当中 肯定多次遇到这种困难 变化或者说一些搏杀的东西吧 关键是马龙比较熟热的话 他确实现在是难度会大一点 越足 对 另外在场上的这个发挥啊还是 相当的稳定 为什么 这是因为马龙 哦 偷袭 再不用这个 比赛可能会 对他更加不利 继续赢了这个许欣和季可偶 我们两个中国队 这个压力也大 现在投快一点 反而方博呢 应该放慢 5比7 白短 抢了 好的 是一种享受啊 对 马林原来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球 马龙这个手转拉 接线 提气 这个时候就人的这种整个气势 整个精神状态是更重要 很关键的 对 好 好 好 质量上 没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 让方博的正手进攻 能够得分 这个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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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比分下敢于变现 这个球我们看到这个方博的正手 一板强势的反拉 马龙侧身 好球 有了 方博继续进攻 拉住马龙反手 马龙反手 反冲 继续侧身 马龙扑正手 马龙拉直线 马龙侧身 好球 有了 方博继续进攻 拉住马龙反手 马龙反手 反冲 继续侧身 马龙扑正手 马龙拉直线 就是能够靠救这个年轻运动员 他们所有的这个机能 所有的能量 像这个 这样啊 方博在这次非常艰苦地拿下了这局胜利 很不容易 之后 这局有点超水平吧 最后几个球 对 而且打得非常漂亮 非常精彩 这样双方在前五局呢就打成了三比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六局 整个球里头还是比较坚决的 三下 哦 三下 所以人呢有时候啊他会在这个逆境 刚才方博 现在开局二比零领先 正短 马龙在今天下午这个方波 还是有一些影响 包括今天跟方波打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就是影响相对还是比较大的手法 好球 对 这两个球还是不错 所以刚才马龙的一个突变直线 调打 这时候都出台了 这么看 拉起来 方博这个白短 刚刚出台露了一点点白线 这时候拉得太好了 马龙是使劲啊 下锋一起 加油 加油 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气势全部 更冷静一点嘛 有了 马龙侧身卷直线 马龙再拉 马龙打高球 赛点 对 对 对 他让他加油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马龙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对 也就是说 5-3 7个赛点 高波发球 正是短的 出台 发球10-4 短的 马龙拧拉 这样马龙11-4 6-2 6-2 拿下了最强的三角的军赛 我们过过马龙 我得的第五是三界 四平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 这个冠军期待已久啊 4-2 他的马龙刚才真的是太激动了 一下跳到了球台上 对 有不一样的心情 还是继续飞到我们场上 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赛后的心情 所以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了最好的呈现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特别是马龙 打出了最高水准的竞技和较量 在经历了十年之后 确实在就在冠军点之后 到了第六级 其实一上来 你开始还是相当不错 2-0领先 马龙 马龙 五届市军赛 十年的时间 圆了四季的 男单冠军的梦想 怎么折腾 显然这种教练的效果也是 起到了非常大的成效 最终帮助他十年圆了冠军梦 我们先到最终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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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追究了 请起兵 走中马人民共和国 一终帮助他 他我们先到最终帮助他 最终帮助他 各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圣伯莱德杯 我想的心里一定在说 有一天我也会拥有你的 棒棒肯定心里想 你先拿着 对 你先拿着 我距离这个奖杯 哦 好近 好近的 十年圆了自己的冠军梦 我们就多多地把时间留给马龙吧 让他尽情地享受这一刻 这是每一名运动员 至高无上的荣誉 花十年时间圆一个梦 这并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做到的 这需要坚守 需要不停的追求